哈嘍大家好我是小編 今天的這個活動呢 來看一下商城就是 有一個哈丁十六十的 組合包那這三個是一組的 那這一個的話建議 小課玩家一定要買為什麼呢 因為他除了可以拿到這個哈丁十六十 11個就是價值1000 除此之外他也可以拿到龍之鑽石100個 那大家也知道 龍鑽箱 我們先看一下 龍鑽箱 大家也知道龍鑽箱的話他的那個價值 這邊 100個龍鑽箱100個龍之鑽石 他是要1200鑽的 那這一次的這個活動呢 他除了有11個箱子 11個哈丁十六十箱之外 還有 1200鑽所以他加起來的價值就是2200鑽 那現在只要1200鑽就可以買到 那我這邊 也直接把他入手了 那我們就直接來開 打開之後可以拿到11個 哈丁十六十箱 100個龍鑽 沒錯 那我們現在就來 開箱 這11箱 看有沒有機會這個抽到 什麼好裝備 那正常來講你開一個 哈丁十六十箱 會拿到兩個哈丁十六十 然後這個的話你就可以去製作系統裡面去製作一些 武器裝備 或者是存多一點可以去做 那個 技能書箱 有拿到東西我就看成是一個 哈哈 一個 好運啊 那基本上空的 虎捲一個 防捲一個 虎捲一個 這個開到捲軸機率蠻高的 11個我們開完了 總共就是拿到 奧塔捲軸一張 二樓就點頭一張 然後 五捲的話兩張 防捲一張 魔法娃娃製作硬幣 10個 就這樣 那這個的話其實 有抽到的話當然是好 就是 運氣不錯 沒有抽到的話 也就不要氣餒 因為這個 哈丁十六十他其實有他的空用 可以看一下他可以提供這個經驗值的獎勵 就是加10% 然後 英薩就是燕子的消耗他也可以減10% 所以這個對練功來說是有幫助的 他可以增加10%經驗值 就跟 跟這個成長藥水是一樣的 他這個成長藥水還沒有 沒有撿 沒有撿那個 一直消耗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製作系統 這邊 這邊有很多的 這個裝備可以去製作 戒指啊 箱子 顏鏈啊 斗篷啊 這邊 都可以去用這個哈丁的十六十 去 兌換 製作 那今天早上 有不少人已經開始製作這個哈丁的十六十 這個古老的皮龜甲 這個是 妖精可以穿的 然後他的防禦基本上就是10 然後 安定值的話是4 但是這樣子基本上就已經14了 而且他的 回魔跟回體啊都加還蠻多的 隨便拿一件來PK一下 這個加6的 加6的 神官法袍 防禦還比 還比這個才少2而已 這個再加上去的話 多2啦 皮龜甲 古老皮龜甲安定值的話就是 防禦會比這個神官 法袍還要多4 然後 欸多2啦跟這跟這 14跟12嘛 然後 魔法跟這個體力回不量都增加了 那當然這兩件裝備的屬性是不一樣的 只是來比較一下這個基本的屬性 好啦 大家可以去製作一下就是看自己喜歡做哪些東西 想要哪些東西現在就是一個 課金的年代 課金的時代 所以你想要做什麼東西就 自己看一下這個需要多少 多少個這個石流石 那小編在 大布蝶的網站上面 已經有把 需要多少石流石 換算成 呃台幣 換算成台幣的那個 筆子 大家可以去參考一下 那基本上我覺得還蠻划算的啦 譬如說 我們來製作那個箱子啊 這邊有一個 強化技能書箱 這個 快點他有沒有說明 沒有說明 強化技能書箱他要1200個石流石 那換算下來的價值一個大概是五萬四千 五百 賺 五萬四千五百賺 大概啦 其實是五四五四五四 五四五四五 五萬四千五百四十五 點 五四個藍賺 這樣子 好那換算下來的這個 價格 價格的話大概是兩萬九左右 最便宜最便宜的筆子 大概是兩萬九 那如果是以這個商城的 筆子來算的話大概是四萬零 七百七十五 個台幣就台幣啦 就是台幣 可是你看 他像他那個裡面 他有11%的機會可以開到 開到 精準設計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目前 目前我們這個愛神伺服器 精準設計一本喔 精準設計設計一本要12萬 一本要12萬 12萬 12萬賺 好像五萬多 呃 跟這個 大概五萬對對對 五萬多賺 大概五萬多賺的那個價值 你就可以 買 就有機會啊 不要說一定抽得到 就有機會打開到這個 精準設計 那當然 你也有可能是開到這個 這個叫什麼 污水啊 封印禁地的話 我記得是沒有 我確認一下 封印禁地 看一下 他基本上 還蠻划算的 封印禁地也是有的啊 機率也是一樣是11% 所以這兩個都是11% 那就看你有沒有機會開到啊 烏卓之水的機率反而還比較低 你有沒有就是也是11% 這三個都是11% 所以 看價值啊 但這個的話是每個伺服器不一樣 如果是封印禁地的話 有在打架的伺服器 他會賣的 價格比較高一點 那像愛神最近的話是比較少在大型的打架 所以價格的話就上不去啦 只有打架的時候才用到這一顆你平常練功是絕對用不到的 那金的設計是因為他太稀有 他稀有度實在太高 而且 產出的地方那目前來講就是 風龍的七奇地 那這個也是打架的聖品 所以他價格會一直 維持在一個蠻高的地方 那烏卓之水的話 雖然說他是英雄級的但是水妖畢竟還是少 所以 也是打架的時候在用 所以他跟封印禁地一樣價值都稍微偏低 價值稍微偏低 那大家自己去碰一下運氣看有沒有機會抽到吧 因為這一次的這個活動啊有百分之一的機率喔 會抽到這個 會抽到這個 紫色的魔法術技術書 譬如說繁擊瓶杖啊 究極光烈術啊 黑妖的破壞龜甲 或者是什麼流星這幾招 嗯 百分之一 最少一啊 繁擊瓶杖有4% 反正最少就是有1%的機會抽到 就是大家自己去試試手氣 搞不好最近這幾天會一直出現紫色的魔法聲音 不一定 這個大家碰運氣啊 或是靠課長們 來大量的課金抽專輩 喔 或是 應該說 大量課金來抽箱子啊 好 那 大家去 試試 手氣吧 好 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